而刑署局昨天晚上 也破獲了一起南港黑道案件 嫌犯先是以有力人士施壓奪取工程 然後再癱瘓工程搞破壞 而警方逮捕了以雄性 還有無性為首的置評對象 這兩名之評對象最近已經破壞了 南港地區多項的工程 包括了國小改建 還有豪宅建案 還有企業總部工程 這次竟然又在針對南港展覽館 擴建工程下手 警方除了逮捕四名嫌犯盜案 更起獲了球棒 電擊棒等相關的髒物 一舉瓦解了這個部罰組織 警方並將針對有力人士 介入工程相關施壓部分 進一步傳訊 釐清是不是涉及部罰利益勾結